for each的寫法 那個sale他倒過來的東西 會變成他會把 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格式給拿掉 所以剛有同學還蠻聰明的 他就不用 如果你這邊不用for each的寫法的話 你也可以一樣for i for j 這個寫法的好處是說 你只要寫一個回圈 那如果說你要假設吧 像剛剛這個地方 你想說老師那這個很麻煩 我不要寫這樣 因為這樣的話有個缺點就是 他會 就是日期會 還原 不過我剛好也把他 就是在弄位 恢復 希望說 他這邊會把你那個格式給吃掉的話 那其實這邊可以改的 也是一樣嘛 這個for 你可以把它改成 像剛剛那個什麼 for i for j 一樣 就是這個 這個可以拿過來 然後這邊nest 這也可以拿過來 那中間這個按個tab 讓他下一切 那也就是說呢 你這邊的話就後面的sales 就是來源就什麼sales的idea的追覽 idea的追覽 有沒有 就是意思說本來 這邊是丟過去的 現在是丟給別人的 丟給別人變成你是 寫在後面丟到這邊來 其實這樣也ok 這樣其實跑起來應該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的呢 應該理論上也是 我看一下 有沒有 一模一樣 ok 只是說呢 當然以我的角度來看 如果有 能夠少寫一個回圈 那當然相對的程式會比較好理解 ok 所以兩種寫法都可以 剛剛有同學蠻 蠻不錯的 馬上可以知道怎麼去 做一個改變 ok 如果你這些都熟練的話 其實說真的你要怎麼樣搬資料 都是一件 很簡單的事情 那當然未來 可能還不只是 一個小範圍的資料搬 就是資料的複製 甚至以後的話可能大範圍像多工作表 多工作部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反正 比如說同學 最關心 常用到就是怎麼樣把大量工作表 合併成一個 或者大量的工作部合併合併成一個 那其實概念都差不多了 只是說 一樣要跑回圈嘛 一樣要把那些資料放在你指定的位置上去 然後一直往下放 概念是差不多的 ok 不過就是要把基礎打穩 回圈部分就把它寫完 ok 那接下來的話後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題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如果用Excel裡面的函數EBA來做 是變簡單了 ok 就是 326的層級查詢這一題 那請各位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我大概把那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的功能需求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題的話 邏輯也非常簡單 有點類似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一題就是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我希望做出什麼效果呢 就是當我 選一般的時候有沒有 下面這邊呢 那我先把它刪光光 我如果點了一般 我希望呢 他能夠幫我把這邊裡面的一般 的資料 這個有沒有 放到這邊來 這個放到這邊有沒有 應該知道 有沒有 這邊有班級嘛 這個班級 就是這邊要查的 然後後面的東西就放過來 所以 點一般 把一般的資料放過來 然後呢 點二般 就把二般的資料放過來 不過可能要先清掉舊的 然後再放新的 當然 這個 這個部分我之前 所以你們在雲端上面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的話有個解答 我之前本來講的 就是會先用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然後再加上陣列 函數要用幾個呢 要用if small index ifl 然後要比對 最後的話呢 還要注意要用大瓜糊 大瓜糊要執行陣列 而且執行陣列執行錯誤還不行 所以最後做出來 公司 好漏場 而且 同學做到這邊已經頭快昏了 已經 頭快爆炸了 後來我說 說不如 後來我講到VBA同學反而眼睛就亮 突然 直接跟我講說老師你直接教VBA算了 前面那次我們可能 即便學會以後要用也用不出來 因為太複雜了 說真的這個東西要真的 做對 而且 下一次還能夠做出來算是你厲害了 哪怕是我了 我來想想對 我連我自己要把這個東西做過一遍 我都覺得太困難了 可是VBA我覺得就還好 所以後來我乾脆跟同學講說 乾脆這前面的東西跳過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請自行再 參考 那只要學會VBA就好 VBA程式非常簡單 比如說我要寫這個的話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想如果你有寫過以前的東西你應該就會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哪裡呢 可以在我們這個專案 我們這專案是 326這裡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模組我在這裡面產生一個Sub Sub名稱也就叫班級好了 然後班級直接在這邊按Enter 他自動會加一個 EnterSub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的邏輯是 第1個 什麼呢 範圍從這邊比對 比對的範圍是 4 等於多少 2 到第幾列呢 2到12列 Enter兩下 Nets 做什麼事呢 比對嘛 如果 這邊跟這邊match的話 把這邊call到這邊來 應該懂這個邏輯吧 怎麼做呢 if if什麼呢 sale 因為我們第i列的 哪一欄呢 a欄嘛 如果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 range 哪一個儲存 固定位置我都用range 我前面講過 h多少 h2 對不對 OK 空一個rem 這個應該會打吧 前面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 那個範圍 call到 這個範圍 那個範圍 這個範圍怎麼call 特別注意喔 這個儲存格跟他是 只是列一樣 藍不同 所以你直接怎麼 拿這個來複製 複製到這邊來 把這邊改成b 那因為他是來源 所以要放在後面 前面是要放的位置 放在 屈藍 的哪一列 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怎麼 這邊拖籃一下 這邊也這樣call過來 然後來改 這用k好了 有沒有k 那k的預設 k這邊後面加一個g好了 那k的 位置 他的列應該是第幾列呢 從第5列開始 k 等於5 對不對 然後等到我call一個之後的話 那我就k等於k加1 不就好 但問題喔 現在只有什麼 b欄的資料 也就是一般的 牛黏好過來 這個也要call過來 這個也要call過來 所以基本上 再把這個怎麼樣 Ctrl C Ctrl V 兩個什麼四欄 對不對 那就怎樣 call四次比較好 這邊改什麼 改b 改c 改c 改d 改e 這個應該ok吧 然後這邊的話 g h i j 好 程式寫完了 試一下 ok 應該可以看懂 在寫什麼 其實 就是剛剛寫過的 而且前面 也有寫過很多類似東西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這樣應該對各位工作都夠用 當然還有很多 不過我是覺得你們先不用急著學 因為 你在把這些先學好以後要變通很快 就可以拿來用 ok啊 諮詢一下 有沒有一般ok的 但如果我現在把它改成二般的話 你會發現二般會不會過來 二般 幾個 一個 兩個 所以 這個應該一般的 所以怎麼辦 清除嘛 所以應該先在第一行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這個範圍先清空 這個範圍清空的話 我前面好像講過嘛 你就把這個範圍裡面資料 這個範圍是從那個 g5 所以g5 然後到 追的到最下面12行 ok 然後很簡單 清除就點什麼 clear clear contents clear的話會把那個 框線都清空了 clear contents 這個有沒有 好這樣就ok了 程式寫完了 最後的話你只需要 在這邊再插入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也許叫班級 我們把這個按鈕改成班級的話 試一下 2班有沒有ok 2班 3班的話 也ok 3班幾個 1個 1個 2個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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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3個 沒錯 沒錯 這3個 ok 一般的話呢 看一下 沒錯 ok 所以以後這個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報表 比如你要1月份的報表 按一下1月份的報表過來 按一下2月份的報表過來 對不對 其實很多地方 可以用類似的功能 程式會很複雜 應該都寫過吧 ok 我們先 所以以後就是1先跑回圈 for i 等於 2到12然後呢再一幅邏輯判斷 然後再把資料call 從這邊call到這邊來 這邊call到這邊來 K等於K加1 最後記得把資料清空 神是寫完了 應該沒問題吧 剩下來就是要熟練 ok所以請各位 以後記得 要很熟 清掉馬上打 打得出來才算數 打不出來 表示你還不熟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以這一題來看 像我們之前 光教那個 一堆函數什麼一夫啦 什麼 什麼什麼一堆的 然後最後在執行陣列 光那個部分我都已經教 教了半節 教教了可能 不只 可能 教很 我覺得 有點 打不如直接教VBA 所以後來就有同學直接跟我講說 老師 這個地方 直接用VBA 就可以了 至於 E-sale 那個裡面的東西怎麼做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因為 很多 複雜的事情 其實VBA來處理真的是非常的 適合 反而你用E-sale裡面的函數 做到頭痛 都還不見得可以做出結果來 為什麼 因為他很麻煩一定要在同一行裡面 把可能VBA要執行10行20行的東西塞在同一行 而且最後還要Control 要大刮火 然後如果錯了 你還不知道錯在哪裡 但是VBA還 相對的比較好出錯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我提到這個規則 試試看 可以把它打出來 因為像這種東西 程式 除了你要懂之外 最重要的 還是那句話 就是要熟練 因為像這種技能類的東西 技能就是熟了 所以以前像那個 那個什麼 一些那個 科技大學 或者像以前的 高職 武專 其實他每天就一直在練 練什麼 就是要比賽 比什麼 比誰比較熟練 所以像這種東西就是熟練 但是也不用死背 最重要就是要你用理解的 比如說第一個為什麼要跑回圈 因為我要重複比對 所以先回圈 再比對 比對什麼呢 比對一般 跟那個的一般有沒有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把資料 幫我摳過來 這邊試一下 來吧 好 來吧 來吧